假面骑士善意是令和新晋神王 毒卡必杀技能永久保存 错了 实际上现在的善意 就是个空有一身神力 但却遭到封印的小号封魔尸王 假面骑士善意 出自登场于界外者第三集之中 而该外传本质上 是个骑士版的银河格斗 容纳吸收了各个系列的骑士反派 系列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集 为假面骑士幻梦社长大战 目前为止 算上前指导公司的危机 与界外者第零集 该系列共有九化 登场了24名角色18名骑士 假面骑士善意 便是该外传里的反派boss 他的本体 与亚克极致的恶相对应 是为了学习人类善意诞生的极致的善 因此在诞生之后 善意便得出了一个结论 要消除拥有恶意的人们 为了实行这项计划 善意令乔治授旗 开发了驱动器 并在此之上 加入了尼可所解封的特殊程序 假面骑士编年史 然而在驱动器正式完成后 善意便暴露了真正的野心 他想做的并不单单只有消灭反派 而是想要消灭所有人类 将他们体内的恶消散 达成这个目的 必无可少的一步 是让尼可开放假面骑士编年史 从而令人类爆发出内心的恶 受到善意的制裁 但这危害全人类的事 别说尼可了 就连裁断X这种邪恶组织 听了都觉得后怕 因此口头沟通是绝对无效的 于是乎善意便令自己的人间体 平行世界的英九右斗 对反抗者来了波武力压制 可人并不是AI 远不能做到冷血无情 即便这平行世界的右斗 没有经历过为保护爱人战斗的事 他的心中也还是有温柔的一部分 在即将处赢压克之时 因见屁股脑突然出现 终究还是手软了下 正是因为这个举动 导致善意直接觉醒 强制夺舍了平行世界的右斗的身体 并利用人工智能的强大力量 模仿了尼可的声音 向全世界开放了假面骑士边界史 至此他的计划 也迈向了下一个篇章 就是这计划还没咋进行 刚用大话打蚊子灭了杂兵骑士 立刻便被03教做人 假面骑士善意输给03 他就要走下神塔了吗 当然不会 再给善意发育上一阵 变个残血冯波世王不是问题 假面骑士善意属于01系的来打 因此他虽为界外者的boss 但权力提力并不是很高 仅有51.2吨与109吨 而为啥说他再发育一阵 就能变身小风魔吗 答案则在于他的驱动机之上 善意每次释放骑士必杀 都需要将卡片撕碎 随后读取的骑士装备武器 便会从善意身后的披风上瞬间生成 原先阿当认为 这卡片是善意制造的 可以想用就用 但官方立刻就来啪啪打了脸 在设定上 善意驱动机与信息提供者 有着保密协议 不能滥用骑士卡片 因此只能够刷一次卡 而目前他的表现 基本上都是刷卡 才能释放其他骑士的必杀 并没有随心所欲使用的情况 所以这设定一出 善意的操作实际上挺让人难崩的 初登场面对轻松持起 要装逼阵场子 故而使用了十胜刃与无敌玩家 这可以理解 但在嘎哈德里收割残血的百计 都要用超一号的卡 以及在戒外者第六集之中 拿出败子爆裂大炮打蚊子 这操作未免也太奢侈的 杀机焉用牛刀 就这战斗脑子 善意你不输给零三 谁输给零三 并且在戒外者第五集的鹰鬼之中 还给善意打了补丁 表示他因能力限制下 可选的角色正在进一步的减少 所以说嘛 善意这家伙 还真就是属于是 越不出手就越强的类型 不过他作为戒外者的主线 后期强化肯定是没得跑的 到时候给你来个 善意刷了所有骑士的卡片 学完了他们的力量 获得了强化形态 也不是没有任何的可能 要说现阶段 善意本身的战斗能力 那也不是盖的 他拥有恶人杀手的buff 只要对方越邪恶 自己的力量便会越强 而判断对方恶意是否强大 则是取决于他头部的水晶 可以说是全凭自己的想法决定了 除开这项能力之外 石亭的力量 应该就是善意本身自带的了 毕竟他有连续使用两次的表现 所以嘛 这掌管时间的buff 加上能学习骑士数据的驱动器 别到时候真给这小子 把冯伯老祖给逼出来了 而与善意对标的贾面骑士03嘛 他估计是进化到头了 贾面骑士01新晋战力天花板03 是泽亚亚克联手变身而成 表面上看令和老大哥霍人又苦 但实际上嘛 却是霍人上大份 03的变身条件 他也完全能够满足 贾面骑士03的皮套造型 走得仍然是缝合幻色那一套 胸甲推甲来自于贾面骑士一垫 头盔则是02的幻色 而这银红的配色嘛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 是在致敬贾面骑士V3 他的pose也和当年的如出一辙 所以嘛 那幅骑士界的传世名画 我看应该更改了 嗯 这样才是咱们这个时代的嘴臭骑士嘛 贾面骑士03的战斗数据 官方并未公布 但从界外者第五集之中 明确表示的 有他拥有超强的分析能力 即便是创世之力 也可以复制 这里虽然看上去很扯啊 但是联想到 这创世之力本身 就是未来人科技搞出来的 一下就变得合理起来了 倒不如说03 作为觉醒第三技术基点的超级AI 没有给这科技加强 就已经是在给护神面子了 而03另一个战斗能力 3D打印武器嘛 这实际上没啥好说的 毕竟亚克灵都拥有这个能力 并且他的生成速度也不算差 除非03能给他们 整成一个全新的武器 不然和亚克灵是 拉开不了啥差距的 不过这货的预判能力 是真的有点超模 03在与善意的战斗之中 不仅能破除加速 甚至还能免一时停 全程都在计算如何才能胜利 当然 如果后面只是善意装逼 所以03才碰脚赢得了战斗 那么他的能力要弱上不少的 但03目前为止 本身的必杀并没有展现 基本上用的都是一些3D打印的武器 所以他也应该藏了一手的 而虽然是新的战力挑战版 03也给足了前辈骑士最终面子 例如假斗的超加速 他就完全破解不了 这谦虚的表现 和隔壁的金弹自夸一对比 差距一下就出来了 至于为啥说03诞生 对霍人来说能上大分吗 答案就在于 霍人在01里 代表亚克的亚克一他变过 代表泽亚的02他也变过 两个超级AI 本就和他有着不小的关系 所以后面若是霍人能回归的话 那这03让他变 完全没毛病啊 铁纸们 而片尾名单之中 出现的一只白眼者 喝倒奶爱吗 他实际上只是个生演 演员本人并不会出现 并且他配音的角色 也不是一只 而是泽亚 大火仔细听下03的声音 便能分辨出来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牛了 考虑到03山翼现在登场次数 不算很多的原因 他们的设定还是有更改的可能的 因此大伙这条视频 图一乐儿就好 千无当振 最后按照惯例 我是阿当 咱们下期再见